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为中国历届政府所坚持 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不会因个别国家无端指责而改变 美国不是南海争议当事方 不但不恪守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 不持立场的承诺 反而经常在南海制造事端 搞军事挑衅 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 这不利于南海和平与稳定